这个问题我想这样子 我想先不直接回答你问题 我把这个思考程式 拉高一点点看 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一个国家怎么制定 它最大的外交跟战略呢 大概几个方向 第一呢 观察国际局势 观察什么呢 在当前的这个国际局势当中 有几个大国 哪几个大国 那有没有大国集团的存在 这观察第一块 第二块观察什么呢 观察当前的国际秩序 是什么样子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 主要谈什么问题 我们关切什么 然后我们的主要价值观在哪里 我们的运作方式等等 叫当前的国际秩序 话很抽象 但其实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第一 一个国家要去制定 在大战略的时候 大政策的时候 它要做这件事情 第二 当它观察完之后 它要自我定位 怎么自我定位 就当它看到这个 国际秩序之后 它要做一个判定 我喜不喜欢这秩序 我接不接受这秩序 这个秩序对我有没有好处 我秩序对我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坏处 或者说 我如果不喜欢这秩序的话 我能不能挑战这秩序 能不能改变这秩序 所以第一 我怎么看待 当前的这个国际秩序 第二 看完之后呢 我怎么看待当前的大国 有哪些国家 这些国家ABCD 谁是赞成当前秩序的 谁是反对当前秩序的 然后再来大国有没有形成集团 AB形成集团 CD形成集团 AB跟CD什么关系 再来就是 那我要怎么定位 我怎么定位呢 就要看我跟当前国际秩序的态度 我如果赞成这个秩序的 我就要挑赞成这个秩序 这些国家做朋友 然后我如果反对的秩序的话 我就要挑反对的秩序 这些国家做朋友 换句说 我在看秩序 在看大国跟集团的同时呢 我在区分敌人跟朋友 这是第二层 当这个敌人跟朋友区分完之后 就可以制定国家政策了 就制定国家大战略了 那我先去两个案例 第一个是日本当年的 明治大帝的案例 明治这个英武有为 14岁即位 15岁大政奉还 然后开始制定政策 所以他一路走下来 大概几年之内 他制定了四个 非常重要的国家大战略 第一 不跟西方大国为敌 他看见西方大国 这种工业革命 这个军力强大 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世代的国家 他已经看懂了 所以不能跟西方大国为敌 第二 如果我日本要起来的话 除了要工业革命要干什么之外 我要跟第一强国同盟 这很厉害 这眼光非常厉害 所以后来出现英日同盟 跟第一强国同盟 第三 即便我跟第一强国同盟了 我绝对不两面作战 也就我要挑敌人 我只有一个敌人 我不能同时有两个敌人 所以他当时打了中国 三国干涉还僚的时候 他立刻突出来 第一我不跟西方各国为敌 第二我不开两线 开两个战场 我跟中国为敌就可以了 我不可以同时跟英法俄为敌 所以这个他真实做到 在第三点 第四 那我干什么呢 我侵略大家去侵略那个家伙 侵略中国 这他四大战略 所以基本上非常精准 而且他实行也非常有效 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案例是蒋中正的抗日战略 1937年 这七七事件爆发 最后我们全面抗日了 其实抗日之前 蒋中正已经讲过 我们的国力远远不及日本 大家可能没有感觉 但当时是真实的 日本是远东第一强国 打败过满清打败过俄国 然后再不断侵略中国 当时没有人在亚洲敢逆其风 所以日本是亚洲第一强国 他已经看懂了 所以蒋中正说我们不能轻易跟日本开战 如果要打的话一定要打持久战 大家都忘记这件事情 大家以为是毛泽东讲的 不是的 最早是蒋白里讲 然后再次蒋中正讲 所以打持久战 怎么打持久战呢 第二原则就是用空间换时间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 第三 他看清楚 以我中国一国力量是打不过日本的 所以我要怎么打呢 要等到我中国的抗日战争 跟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结合的时候 我才有机会战胜 很厉害啊 当时在军官团演讲的时候 没人听得懂 可是后来大家觉得佩服都不太 大学这么远 对 他讲得很清楚 等到中国战场跟欧洲战场结合的时候 我们就会战胜 那时候有这样的国际观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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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1930年代末期 1940年代初他就看见了 41年才有珍珠港事变 所以他在之前就看到了 那中共的外交战略错到哪里 我先说邓小平呢 当然前面我们不说了 邓小平至少讲了不错的28个字 冷静观察 稳住阵脚 沉着应对 韬光养晦 善于守拙 绝不当头 有所作为 这是他在这个六四事件之后 然后东欧事件爆发了 然后苏东坡这一个个倒台的时候 他讲说28个字 也就是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去对抗西方 所以我们要缩回来 好了 那这样的话 就是就开启了一个非常好的 西方各国愿意跟他合作的机会 因为大家觉得说那是很大的市场 好 那大家来了 后面的江泽民跟胡锦涛是守城之主 那没有问题 大家就静静守着这个家业 然后慢慢就去慢慢发展壮大 习近平上台之后想法不一样 他觉得我大国崛起 我民族复兴 我有个强国梦 然后我不但有我的强国梦 我希望把我的强国梦 加到大家身上 那有很多拍马匹学者就跟他讲了 中国现在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了 所以我们要开始定规矩了 要跟美国分庭抗礼了 或者共治天下了 你说邓小平讲过逃亡养晦 他说邓小平讲过有所作为啊 所以我们现在有所作为了 那有人说 我不只有所作为 我要大有作为 好 那习近平听下去了 所以开始讲什么东升西降啊 东强西弱啦 等到出来真正政策叫做战狼外交啦 战略扩张啦 挑战国际秩序 我们刚刚讲了 你要参加国际秩序可以 不是不可以 你如果有足够的实力 然后你提出国际秩序跟道德观或价值观 高于原来那一套 大家愿意跟随你的 那没有问题 但如果说你提出东西不比人家更好 但你破坏大家现有的东西的话 大家会反对你 好 大家先慢慢看明白了 所以现在的态势是 美国这几年来率领全世界主流国家 来维护国际秩序 谁挑战国际秩序 我就对付谁 好 所以现在形成了很多同盟 美日安保啦 美韩同盟啦 然后可能会形成美日韩同盟啦 然后已经形成了澳英美同盟啦 四方会谈包含印度在内啦 五眼联盟啦 美非安保等等 好 一大堆东西 我们讲过 这一大堆东西呢 都没有包含台湾 但是都包含台湾在内 所以中共看得非常清楚 中共现在讲的了 我被包围了 被孤立了 被针对了 被脱钩了 所以证明什么呢 我的外交战略大失败 大失败 所以你刚问说 为什么生气 我现在给我回答你 我发现我搞了十几年 我现在大失败 所以我现在大生气 应该怎么说呢 我是气急败坏的生气 而且好像一手促成美日韩的合作 对的 最气的 不不不 前面这东西都是它促成或强化的 不只是美日韩 是不是这样子 这样讲比较准确 所以我就 Baning 未经许可 不就是 甚至要 我站在游戏 那颂兴 是 我现在被哥 我闻出来 你 都